朋友们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首先看到在美国的就业数据不佳 缓和了升息的疑虑 美国在今天29号早上开盘往上涨 在今天美国公布申请失业给付人数高于预期 劳动市场出现了降温的迹象 也促使投资人对于美国联准会未来升息行动的疑虑 往下减退 美国股市三大指数今天开盘齐步上涨 另外谈到了通货膨胀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不免俗的要许下新年新希望 最新的访问调查显示数百万名的美国人 正在设定大家的新年目标 超过半数民众的第一的首要愿望 都和理财有关 那么美国人新年的愿望 前五大的财务目标是 第一 省下更多钱 第二 更仔细的追踪花费 第三 降低整体支出 第四 减少非必需品的开支 最后则是还清贷款 美国人期许2023年缩减支出的理由是很充分的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说 今年第三季美国个人储蓄率从前季的3.4%降到了2.4%了 意味着民众支付税金和生活开销之后的余额比重是更趋于零 在今年通火膨胀窜高和明年经济衰退方面的威胁 也是美国人订定新年财务计划的主因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说 他们认为物价高涨在明年会带来冲击 而定下新目标就是为了衰退风险来做准备 美国联准会季度财务账户报告显示 随着美国股市年初以来惨跌超过25% 美国家庭财富损失是相当的惨重的 今年前三季已经大幅缩水6.8兆美元 到第三季底 美国家庭明目净资产下滑到4.6% 而资产市场共计蒸发了6兆美元了 好下边我们看一下2024年很快就要到了 那么2024年的话大家关心的就是 美国总统大选方面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形呢 而在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 现任美国总统就是拜登 看起来呢 他是会要竞选继续下一次下一任 也就是说他要竞选连任了 在CNN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这个礼拜选择要和他的家人 在他常常做出生涯 重要决定的加勒比海圣克洛伊岛度假 根据知情人士的说法 拜登基本上已经决定要竞选连任 报道中还指出 留在华府的拜登幕僚正在准备 通常每年在1月底或2月初发表的总统国情字文演说稿 把这次演说内容视为替拜登连任选战立下可能主攻主题与政见的机会 在拜登一家过去两年 跳过了在盛克洛伊岛度过年终假期的传统 今年恢复了2019年的行程 在当时拜登正在考虑是否竞选总统 元旦当天和他的夫人也被拍到出现在盛克洛伊岛的热门景点 这一趟假期拜登一家做出了决定 数个月之后他就宣布要参选总统 所以在今年拜登要赴家族传统的度假地 也在媒体说几乎就是决定他要继续竞选连任 好下边我们再看到呢这是意大利 意大利在今天呼吁欧盟各国都应该跟进他 对从中国大陆入境的旅客强制筛减是否感染新冠病毒 但是被其他欧盟成员国拨了冷水 认为现阶段没有必要采取这一个措施 这些国家并且表示正在全欧盟对此达成一致的立场 在欧盟卫生官员今天上午开会 在会中并没有能够就对采取这一个立场 做成共事稍晚将会再度的讨论 下边我们看菲律宾 菲律宾外交部在今天说 总统小马可是下个礼拜访问中国期间 菲律宾和中国的外长将会签署协议 要建立两国外交部各层级的直接沟通管道 避免在南海发生误会或者是误判的事件 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在今天做了上述的表示 也说菲律宾和中国两国外长 在定于向马可是访问中国期间 就会签署相关的协议 最后我们新闻看到 随着中国放宽了防疫限制 亚洲国家也开始准备迎接来自中国的观光客人潮 尽管部分国家仍然保持着谨慎态度 其他国家则准备推出套装行程 也希望趁着中国这一波报复性的旅游 可以大发力士 在过去这两年多 这个观光业旅游业可是惨 现在中国放宽了防疫规定以后 希望能够借此能够有很好很好的 跳跃性的这个观光性的收入进来 带给大家这是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湖美剑再次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收听 我们休息一会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